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场比赛非常关键 因此双方都是志在必得 小组在阶段的比赛 讨厌的就是双方的稳 近在咫尺拉 哎呦 这脚球怎么偏的这么多 教练肯定想跟他说 这样的打门今后最好不要再有了 他犯规了 现在才被黄牌警告 的确 裁判还是要严格制法 杜绝任何人 耍小聪明的机会 王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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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成功地打身后 不过被防守队员拦到了 选择是满 我们将注意力很集中啊 裁判指向了点球点 入裁判指向十二码点 并且向翻轨队员出示了黄牌 让我们一起看看 这个点球能不能进 看他能不能首开记录 他的点球还是很稳的 让人很放心啊 比方现在变成了一比零 黄珊珊 这种拦截啊 真是非常掌势器啊 对方通过大量的组织和拉扯 才找到了机会 然后就这样被化解了 双妹子往上拿球 把球传到了进区里 漂亮一角世界波 技术相当了得 来看看他们的这次进攻 开始与边路这一角 非常有威胁的传众 机会出来了 但是同时 要面对防守队员 给他们的压力 这次他们应对得非常出色 把球打进了 比分被扳平成了 一比 这次过人很有想象力啊 很好的机会 守末园飞身愉悦 将球扑出 给到禁区里 脚球落点啊 应该很好 有没有机会呢 这角射门 打在了防守队员身上 根据进攻有力的原则 采访没有第一时间 垂停比赛 但还是补上了这个范归少 唐佳丽 李孟文 他们拿球进入攻击区域了 他现在这个拿球压力比较大啊 应该考虑考虑 找队友配合一下 这么远的距离就射门了 这得分的希望也不大啊 好球 好射门啊 直接一跤远射击击 门将无能为力 这球就差一点啊 门将其实都已经碰到球了 看得出来他已经尽力了 但不能过于责怪他 比分被改写成了二比一 他就是对手的进攻终结者 往珊珊 边路有空间 这波传球啊 很有水平啊 这下射门没打好 偏的有点多 与其说是射门 不如说是帮对手解围啊 是的 咱们又一次推进到了危险地带 这球能扳平了吧 可惜了啊 机会是个好机会 但没有把握住 当然了 把握住了也不算 他越位了 倒是 张欣 他们拦截了对手的传球 反归了 裁判攀罚了一个任意球 他想用远射啊 来试试运气 这个角球对他们来说 是一个扩大比分的机会 球开到了禁区中间 防守队员尝试将球解围出去 可是没有成功 一次非常漂亮的射门 看得出来啊 他们现在非常急切 想把比分扩大 毕竟领先一球 并不是特别保险 没错 刚刚是一次绝佳的机会 奈何他们没有把握住啊 现在依然只是领先一分 球被他们拦了下来 传过去了就是好机会啊 这球居然没进 他今天肯定是忘带射门靴了 这么好的单刀机会 可不是每场比赛都能获得的 他却没能抓住机会 帮助球队将比分扳平啊 往说 这是一波非常漂亮的连续倒角 文将挡住了这个球 已经让他进过球了 可不能再让他进更多了 看来正想办法找进区中的队友啊 球回到了他们脚下 能创造出机会吗 拼抢万规 这个任意球的位置非常危险 这个任意球脚法控制得非常好 门将根本反应不过来啊 还有比这更美妙的弧线吗 看着是在门珠外旋转 但最终还是落在了门里 太漂亮了 比分被改写成三比一了 对手前面所有的努力 在这样的防守面前也都是化为乌有了 往说 机会非常不错 说起来你可能不信啊 这个梅卡尔杜好像根本就没有耗费他太多的精力 这个键球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这叫极具穿透力的传球 我们通过回放再来欣赏一下 在这种距离攻门他绝对不会出现失误 比赛才进行到一半就打出这么大的分叉呀 他的防守经验还是相当丰富的 唐嘉丽 他打得非常自信 带着球直奔对方的防线而去 近在直尺拉 破坏了对手的盛门机会 但是球没有被解围出去 所以他们还不能放松警惕 咱们示意伤停补时三分钟 这是个非常好的反击机会 对方反击的时候啊 防线的反应有些过慢了 上半场比赛结束 比分差距很大 来到比赛的下半场 比分依旧是很悬殊 看看教练在中场休息的时候 有没有针对局面做出一些战术调整 是 任意球 哦 这个位置很危险啊 球打在人墙上 皮球弹出了底线 应该是打在了对方防守队员的身上 虽然做出了解围 但是很明显不是很成功 危机依然还在 又是他打进了第三个 进球上演了帽子戏法 哎 今天他感觉是 怎么打怎么有啊 这个进球来自于他们的这次脚球机会 随后的这一脚打门 也是力量感十足啊 看得人热血沸腾 目前双方比分是五比一 他还在继续向前盘带 好吧 直接奔门将而去了 张欣 王珊珊 打得太高了 脚没有收住 门将已经来不及反应了 门将表现很好啊 脚球落点 再进去中间 防线这次表现不错 王珊 在后场把球断了 球到了他脚下 好机会 球被门将拒之门外 直接把球发到了进区里 再次获得一个脚球 威胁还在 球直接飞向了门将 调整个拒之门 常规时间已经过去了六十分钟了 还剩最后的三十分钟 打门 有了 这个球真的要夸赞进球的队员很有自信 但另一方面对门将来说 没有封死进门住 就是他的责任了 目前的比分是五比二 张瑞 楼家慧 他这种向前的能力啊 确实是球队所需要的 不容错过的机会 挡得好啊 皮球划出了一道美妙的弧线 飞向了球门前 没能打穿防线 被挡住了 破门良机 门将这次发挥出色 没能解围啊 直接打门 解围出界了 裁判吹了脚球 交给了吴海燕 他又把球铲了回来 现在有反击的机会 球没控住 交到对手脚下了 他用划铲抢回了皮球 很精彩的一次防守啊 唐嘉丽 漂亮的直塞 这球打了一个过顶 这个投球顶得很好啊 但是门将铺的更好 还有什么 他铺不出去的射门吗 是啊 高压防守的效果出来了 已经拿回了球权 他对周围情况 还是有很准确的预判的 从而提前判断到了 对手可能的穿球路线 断球了 看看下面要怎么组织 虽然这球进了 但还是落后很多 而且时间也不多了 再看一次 这个精彩的进球 打得太漂亮了 发力非常充分 守门员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比分被改写成了5比3 他这个过人啊 看起来是那么简单啊 可以打门了 独角的质量很不错 是时候做出调整了 脚球 不是很有威胁 唐佳丽 他现在会不会后悔啊 他用那么大力量来这一脚呢 他到底怎么做到的 这个距离打不进 比打进还难呢 漂亮的防守 重新铲回了球权 还有五分钟啊 比赛就将进入商厅补食 王双拿到了这条 极具穿透里的传球 成功破坏了对手的射门机会 球也被破坏出了危险区 球门前的危机暂时解除了 这是个非常好的反击机会 看看他们如何利用这次反击的机会 没反击成功 被对手断球了 传给了王珊珊 再伴给了三分钟的伤厅补食 唐嘉丽 有机会 好球 他们现在已经三球领先了 比赛时间也索正不多了 这一次和防守队员的教练中 他取得了胜利 面对对方的防守压力 他们也没有慌张 找到了最合适的起脚时机以后 将球打进 比分被改写成了6比3 在后场用划铲抢回了球权 比赛结束了